字幕志愿者 李宗欣 大家好 又是讀書豪TV的时间 今集我继续介绍廖委唐的作品 《浮城述梦人香港作家访谈》 近十年左右 香港在大众媒介里 才多了关于香港作家的 研究的内容 或者是一些作家的訪問等等 所以我看到《蘋果日報》副刊訪問蔡延培 都覺得有些終於收成證過了 裡面除了蔡延培詩人之外 裡面訪問的作者大家很多都會認識 包括小詩、西西、古蒼龍、也詩、北斗、忠寧、葉輝 黃梁和、黃燦賢等等 中間有些太多了所以說不完 我自己看到第二個訪問的人物就是這個小詩 因為認識這個小詩所以更加有興趣看看 究竟他怎樣走進香港文學研究這條路 其實聽他的複述回來就很有趣 他說他那時候去日本留學其實都是無心插漏的 而去到日本沒有人理他沒有過程 想跟那個老師就走了 那他做什麼好呢 他就開始研討會裡面 因為他自己以前研究《風子海》 所以就發表了一篇關於《風子海》研究的論文 就開始走進了文學研究這條路 但是小詩除了是一個研究香港文學的人之外 同時也是一個作者 也是一個作家 在這本書小詩的訪問之後 廖偉堂就輯錄了其中一篇文章 一篇散文叫做《東之小令萬調子》 其實我第一次看的這篇文 我覺得小詩的文字是相當之簡潔 而這種這麼簡潔的小品文 在香港來說很少見 這個也是香港作家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不知道跟小詩是否留學日本有關 但起碼在文字的轉折裡面 反而我覺得和萬名的小品文 是有相似的地方 我讀一讀很簡單一點 有陽光的下馬頭前 七張灰綠色長木以上 見得特別熱鬧 那是一種特別的熱鬧 不是尖沙咀馬頭前 幾痴其乾下的那一種 不原木不圈頭 如果要打比喻 該說是一組生命的慢鏡頭 當然了老人頭上 終有絲絲白髮 也不會願望 終有許多往事 也不再圈腾 除了兩個在打頓的老人家 有些緩慢而巨節奏地搖動外 其他人都坐得那麼定 那麼停席 他們在談話 聽的很留心 講的很認真 但從他們多咒的面上 看不出話題是喜是悲 大概歲月會讓人的感情失去光澤 又或許 他們談的正是非悲非喜 也無風雨也無情 由圈禮歸於平淡 歷程中一定得忍受脫七的不慣 他們仍坐在那兒談著 陽光漸漸退去 一個萬調子的冬季黃昏已經來臨 情同景和描寫相當交易 很多人一講起香港的作家的時候 就好像用五四的標準 用一種大的歷史的論述 覺得我們香港人的格局太細了 很像不像這樣 文治的技巧 創作的技巧等等 都是沒有內地或者台灣作家的話 那個善意於是那麼寬 但是文學是否只是說這些呢 文學不只是拿獎 我認為 如果你問我對香港人的生活 和我們香港人感受 或是香港人感性的角度來說 比如這麼從文章的剛剛小詩的文章 正正看到我們香港人本身 是我們不會長篇大論地去抒發自己無謂的感受 反而是用一些很簡潔的文字 很精煉的觀察 用最簡短的筆竹寫出來 很多時候我們打開報紙看副刊裡面 都會看到很多這些700字、600字的文章 作家就是流水作業每天都在寫 這就是很多年以來香港文學的一種存在狀態 但正正因為一種存在的狀態 而塑造了我們自己很多文字風格的特色 這種也是我們所謂的自然生長 就像廖偉堂所說的 它生出來的形態、知業豐不豐富等等 其實我們自己香港人 都可以慢慢注足欣賞 今集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有機會記得回去拿本好書題 拜拜